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Automate 歡迎回來 歡迎回來 今天我們這一集 好 我們要準備再去找我們的新生物啦 那在找這個新生物之前呢 老頭有兩隻恐龍想要抓喔 這邊跟各位說一下 上一集呢 我們是不是有抓到了那個 前面那一隻晚龍對不對 有人說晚龍的體型沒有雷龍大 還是雷龍的體型沒有晚龍大 欸 我在講什麼 好 總而言之呢 我是不太清楚啦 但是呢 就是晚龍我們已經入手了 當然呢 還有另外兩隻我們也必須給抓起來 好 那就是之前官方有推出了這個另外的Skin的這個魔 這個Skin的這個怎麼講 恐龍Skin 好 本來總頭龍呢 套入Skin的話呢 是可以直接把它變成明河龍 然後呢 這個晚龍呢 其實也是一個Skin演化出來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是官方活動推出了這個Skin活動 好 要你們去挖這個路邊的骨頭啊 然後那個骨頭可以拿去換Skin啊 可以讓你的雷龍變成晚龍 然後可以讓你的三角龍變成己龍 好 這就是我閘門的己龍哥 好 那待會呢 可能老頭也會找一隻明河龍來抓一抓吧 那你們現在所看到這個野生的龍呢 為什麼會套上Skin呢 因為這個是那個 這個是這個恐懼模組 恐懼模組裡面所延伸出來的東西 所以說 好 他直接就給你換上Skin了 你也不用就是抓一隻三角龍 再去挖骨頭 再去做Skin 然後再把它套上去 不用 直接現成了一隻 就這樣出來了 好吧 嘿嘿嘿 馬上就往他屁股那邊鋼了一下 把它入手 把它入手 剛好這個顏色我還蠻喜歡的 有一點這種所謂的 這個算是淺藍色的斑紋嗎 我還蠻喜歡這顏色的 說真的 不知道各位喜歡什麼顏色喔 好吧 既然就 有機會 原本到了 就開抓 我們待會順便就是真的啦 也是去弄一下我們的銘河龍 銘河龍入手之後呢 我們再去找一下有沒有恐怖的強大生物 那麼前面那一隻 你們就不要理他 這個我們上一集介紹過了吧 不是上一集 我們前幾集就已經有抓過這一隻了 前面那一隻叫做什麼 黑色船長 高倫之類的 我忘記了 他會在我們那個地方定期生出一隻 我還記得我好像是用強訓的方式訓服他吧 好不好我們先入手了 把他帶回家 這隻的攻擊模式其實 就是跟三角龍他們是一樣的 其他的 其他的這個 新套用skin的恐龍其實都是以此類推 都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外型不同而已啦 好不好 好吧 我們現在準備出發 這去找找看有沒有新的恐龍可以抓 我記得我上一集在這個地方有發現一隻還蠻有趣的 蠻有趣的生物啊 找到了 就是這一隻 這隻是惡魔馬吧 是不是 這到底是直接強訓暈眩還是怎樣啊 既然你都出現了我還不射你一波 好 這叫是吃東西的欸 D.N.O.N.I.C.是什麼意思啊 回去查一下好了 叫做惡魔 好 果然跟我想的一樣 惡魔的馬兒 這隻惡魔的馬兒 吃什麼的啊 唉唷笑一跳 我還真的不知道要吃什麼 該不會是吃胡蘿蔔吧 我記得我們好像有種胡蘿蔔的樣子欸 先我也要吃果實看看好了 這種是吃素的不是嗎 果實不克 阿里吃什麼 吃大便喔 阿你是不是吃大便啊 那我來找一下 呃 這個傢伙啊 要幹嘛 不可能啊 啊 這個飼料啦 惡魔飼料啦 我想起來了 你是不是惡魔飼料 你看看起來了 欸 馬兒 看見你我好開心啊 可以直接騎你嗎 可以耶 哇 我起初起初我以為他會飛耶 火焰馬兒 火焰馬兒 C劍 哇哇哇哇哇哇 我燃燒了 我不會被燒死啊 喂 跳好高喔 我記得我們 我們家裡好像也有一隻馬兒 對不對 這是粉紅色的 這隻不是 哇 地獄的烈火 七萬一 哎 你看什麼 劍龍你看什麼 good 沒達到 good 嘿嘿嘿嘿 good 超弱的 啊 好 我們的火焰馬 x沒功能 可惜他不會飛啊 惡魔應該配一雙翅膀啊 把他帶回家 把他帶回家 可愛的惡魔馬兒 嘖 完了 我覺得我有點在 有點找死的概念 算了 給他吃個傳送門 好了 來為他吃個傳送門 我的背包真的很亂 相信應該有各位 應該是 相信應該有不少觀眾 覺得我的包包很亂吧 哎呀 反正遊戲嘛 而且我每次好不容易整理完 馬上又亂掉了 我真的是越來越懶得整理 我是說真實的 啊 有人聽不懂台語嗎 就是我是說真的 啊 我們的藍英哥 先把我們帶回這裡 哦 就是那一隻粉紅色的馬兒 可是那隻粉紅色的馬會飛 啊 那隻粉紅色的馬會飛 我們那隻惡魔耶 惡魔哥在這裡 嘿你好 哇 這隻是會飛的 叫做 馬鈴 馬鈴 哎呀算了 不會念 抱歉 OK我們繼續找 哇 解脫 讓他解脫一下好了 不然感覺太可憐了 卡在那邊一輩子 衝啊 我們繼續找神奇的生物 幹 嚇死了 什麼東西啊 怎麼又是刮啦 啊 我實在一直找不出來 這個呱的聲音 到底的聲音 來源到底是什麼 你知道嗎 每次都被嚇到 真的 我每次都被嚇到 有人說是猴子 但是我卻沒看到半隻猴子 你知道嗎 算了 繼續 繼續找我們新的生物吧 不管了 我們看到這邊有一隻飛龍哥耶 這隻飛龍我們沒有抓過對不對 阿法的雷霆飛龍 剛剛要顯示名字 欸真的欸 雷霆耶 雷屬性的飛龍哥 而且是阿法等級的 這個要怎麼抓阿 欸他不見了 不要在那邊滑啦 真的是 這聲音真的 可以叫作者 請作者把他改掉嗎 我真討厭這個聲音 三不 上面滑三小 蛤 這是什麼 欸 這是我們要的明和龍 王 幸會幸會 居然在這裡遇到你 這個好像是 我們剛剛所講 總頭龍演變 演變而成的嗎 對不對 你看超可愛的 嗨 別跑別跑 欸欸欸 他群 群體攻擊 No 藍音哥快過來 明和龍爆走啦 插死你的小王八蛋 他卡掉了 他卡掉了 尷尬了 好 上來了 下面正在打鬥不理他 先抓這一隻再說阿 等一下我們來抓一下那一隻阿法的雷霆飛龍 好 這個應該也是吃果實來著啦 好 抓他沒有什麼意思 好 就只單純想要入手而已 耶 恩 不錯不錯 這個是那個侏羅記引落國度裡面 那個那一幕出現的嗎 把牆壁撞 把那個牆壁撞破的那個 好 待會家 阿 就是這樣子 再見 欸這什麼 哇 這就是上次我們那一隻 不是那一隻阿 上次我們有很久以前有遇到的那一隻 怎麼是遇摩龍 然後結果那時候不小心被弄死了是不是 會不會就是他在刮的阿 是是是是他在刮的嗎 阿他就這樣消失了耶 他已經殺了不少隻了 在這裡 這傢伙沒辦法暈 欸給各位看一下他的真身好不好 他不是野生的所以他不能抓你看就一隻 一隻猴子然後騎著 騎著一匹馬兒這樣子 還蠻好笑的 而且這隻馬兒還帶著嘟嘟霸王龍 嘟嘟飛龍的頭盔 幹真是見鬼了 阿算了把殺掉好了 我都在那乾的乾去的 阿直接給小丑帽小丑面具 感覺這隻只拿來專門打Skin用的阿 好吧 沒什麼太大的鳥用 我們走吧 阿我們的這一隻 欸才剛在說你這隻消失了 你又出現了雷霆飛龍 我正要抓你 阿前面那一隻是Origin的 霸王龍 其實沒有要打他的意義了阿 因為 其實也沒有要打他阿 因為我覺得只要用材料可以抓 可以做得出來阿 因為那個打他拿那個材料 其實沒有那個意義在了 好不好 我們還是專心抓這隻雷霆飛龍吧 可以在上面拿槍不錯 沒中 大中獎 還是這隻比較OK一點 說真的我要把這隻吃什麼 看你們在怕小 看 看 哇 這一隻是 這隻是什麼 阿法的那一隻 我忘記這隻叫什麼名字來著的 你既然都來了順便抓一下好了 這隻是一變的恐龍阿 阿 阿掠奪者是不是 這個是叫掠奪者來著的阿 哇 他不吃耶 什麼阿法飼料他科嗎 他科這個 不科 不科惡魔飼料 我忘記這怎麼吃這個嗎 而且不是 他打呼聲還蠻大聲的 算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飛龍再說啦 那個不要緊 先看一下這隻飛龍 這隻飛龍快要醒來了 飛龍大哥你快醒了 來 應該吃這個吧 你不是 你不是boss阿 我忘記了 I'm sorry 你不是boss 給你吃這個 恩 他也真客阿 但是也太少了吧 吃彩虹的 吃彩虹的 加太少了這個絕對不行 他一樣是吃飼料沒有錯 這家伙應該也是吃飼料 我們來試驗一下 只是加的多寡不同而已吧 有阿 有阿吃 他吃 他吃 他吃這個 他吃惡魔的 他是不是吃惡魔飼料 沒有錯 他是吃惡魔飼料 好 這隻我要用強訓的方式 我不管了 然後那隻用惡魔飼料抓 恩 我是因為材料不夠阿 我也懶得回去一趟了 直接強訓就好了 你不用跟他在那邊 羅里七八說 強訓 耶 好了 不要把他弄死阿 拜託 這隻我要阿 來先讓你完全肚子餓 好 這樣該夠了 這隻我也要 好 站起來了 哦耶 阿我們飛龍大哥勒 飛龍大哥飛那麼遠了 飛龍來了 其實我覺得阿法雷霆就差不多吧 不中了 一樣 破壞力極強 破壞力極強 趕快 只是速度上跟整體的能力上都有都有些微的差距 但是別笑想這隻絕對噴不死 你這隻絕對是噴不死的 好不好 我們趕快走 我們把這隻帶回家 阿法飛龍哥 你的眼睛黃黃的 你的眼睛看起來像蛋黃阿 唉 哇靠 我現在在雪山我看到這一隻 這隻我們之前遇過嗎 大金剛 他剛剛來一陣路 我還有嚇了一跳阿 阿這隻應該是BOSS 恐懼模組BOSS的其中一個 哇靠我又再吼一次了 到底是要吼幾次阿 那我記得前面這一隻好像是不能抓的吧 他怎麼招一群狼阿 來看一下 對他不能抓 直接把爐死好了 哇大金剛不要大金剛 哇靠四面楚歌阿 這也太危險了吧 大主 這個大金剛能不能嚕阿 那我覺得可以在上面 在上面裝子彈 哇哀哀哀阿 太兇慘了吧 欸大金剛要死欸 不是吧 哇靠 欸 給點時間錄一下也不行阿 算了 我本來要抓的說 大金剛掛掉了 什麼聲音那麼大聲 阿又又又是又是 阿又是死神國王 死神皇后 哇噴火龍好久不見了 OMG 一定要這樣打嗎 可以不要嗎 不要鬧了好不好 噴火飛龍 這隻恐懼模組BOSS 欸下面那隻是什麼 這隻顏色還蠻鮮豔的 也是雷霆的 可是顏色怎麼那麼酷阿 算了把你弄死好了 愛眼 那隻飛龍我應該是不會想抓吧 這誰阿 噢可憐喔 從上面掉下來 到你了 按到食物去了 可惡我要點附中 有可以 耶 噢速度快 西劍好像是讓同伴有BUFF是吧 其實我連忘記異變的這一隻 攻擊型蠻低的 攻擊沒有很高 X劍 他就單純是一個強化版阿 跟之前沒差多少 單純一個強化版本 然後我記得可以爬牆吧 嗯 這隻好像不行喔 是我搞錯了 阿之前那隻是帶屍阿 這隻不是帶屍阿 這隻沒辦法爬牆阿 我搞笑一跳 我們那個船長大哥現在緩緩的 把山倒數而來 想要弄我的樣子 哇 這男貓巨蟲顏色不錯是阿法的 快跑喔 應該沒有看到我吧 純綠色的那種感覺 綠色有 背上有青苔 好不好算了 我們今天抓的差不多了 大概就這些 不知道各位O不OK阿 總的一件事呢 就盡量趕快把它全部抓完吧 抓完之後呢 就換新的模組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好這個系列呢 其實也拖得太久了 然後 奇怪阿這些龍獅幹嘛 怎麼看那邊 不管了 拖得太久了 然後也希望盡早把它做完 那之後的更新 他之後的更新我應該是不會再回來 因為 我後來仔細看了一下大部分都差不多 就是一直不斷的換 換恐龍做他的那個 等級分配阿 然後什麼頂尖阿法 什麼天空死者之類的 反正就是 每一個模組 他都要做一個這樣子 每一個階段不一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項目這樣子 我覺得就只是 拖台錢的概念 好不好 然後莫名其妙噴了一堆隻在身上 喔呦什麼聲音 OMG 他把我那一隻 哈哈哈哈 把我的明和龍弄死了 幹 啊算了 阿我們之後想辦法解決她 好啦今天先到這裡結束了 若瑄微片的左下角 aye一個訂閱 右下角stro ар 我是老偷 我們下一集 方舟生存牛仔再見面了 掰掰